8日日本和澳洲以视讯的方式举行外交及国防部长级2加2会谈 澳洲方面由外交部长潘恩和国防部长杜登出席 日本方面则由外务大臣茂茂敏冲和防卫大臣岸信夫与会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欧两国确认将把澳洲军队列入自卫队 保护他国舰艇等的武器等防护对象 另外在日欧联合声明中也提及近期备受各国瞩目的台海问题 声明中双方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并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 岸信夫也在推特发文表示 在针对东南海局势进行交换意见时 日方对于包含海警法等中共的活动 还有香港新疆维族人权限况等问题 表达严重的担忧 并表达强烈反对单方面意图改变现状的行为 同时也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新唐人也在电视张启麟综合报道